嘿,大家好,我是尋佑,我是阿神Clicky,欢迎来到尤雅Studio,哈哈,有动真点,是你派对,然后我记得在上个episode的时候,EX Chapter 4的时候,我们玩到了黑棋还有袋树的恋爱游戏,然后可以合理的怀疑说他们其实是在玩性子的恋爱游戏吗?不然为什么之后会出了一款续作叫性子的恋爱游戏?OK,这一届episode,EX Chapter 5,不知道主角是什么,那我们玩下去吧! 哦,非常可怕的声音呢! 哦,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了!是老师?所以这一次的主题是老师吗? 茜索崎さん,二日暂时呢! 你觉得风,好吗? 哦? 嗯,我已经没事了,我已经来到医院了午前中,我已经来到医院了 究竟杰伊老师和部门会插出什么爱情的火花呢? 哈哈哈哈 对啊,很棒啊 OK 嘿嘿,我们再继续聊聊天 先生,你没有朋友吗? 天哪,这集也是恋爱教室吗? 咳嗦,怎麽可能啊? 哎,随着的旅行呂吧 感觉杰伊老师是那种比较蛮受欢迎的老师啊 嗯... 嗯? 嗯? 有在高校生的時期有約會嗎? 呵呵呵呵呵呵 真的嗎? 讓我聽聽聽 所以這是布美 布美跟老師的課後授業是嗎? 他們在聊愛情觀之類的 你們跟同一件衣服 有在三階的渡廁廊見面嗎? 我希望你還年輕了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在Episode 1的時候 傑儀有說過就是 他是這所學校畢業出來的老師 不錯吧 阿索康 靜靜的 街上可以渡載 然後? 那是誰? 嗯... 對... 是誰? 我也是一個人 我也是一個人 所以我也是一個人 很誤解的 喔?有一種... 感覺有一種是梁樹的那種感覺 那種性格 那種正確的 看起來 有些人的優秀感到的 那種言語的優秀感到的 應該不會結義是在提醒 提醒布美說 就是其實梁樹是一個好男人吧 叫他好好把握是嗎? 我自己也理解了 哼... 這很自慢 很棒 然後? 你怎麼走到那裡? 什麼? 什麼?這種事情 哈哈哈 老師會跟同學說嗎? 是在挖什麼八卦 哈哈哈 他人家也不一樣 其實... 其實... 你怎麼做得到嗎? 蛤? 不美的反應跟我們一模一樣 哈哈 只要把手繞起來 心臓被破裂了 你怎麼做得到嗎? 有這麼嚴重嗎? 牽著手而已 算是談戀愛嗎? 這頂多到曖昧吧 哼哼... 哼哼... 老師也對 嗯... 但是呢 手和一共 心臓被繞起來 我一直都溶掉了 也是呢 一到愛情最美好的時刻 往往就是曖昧的那個時候 很棒 哼哼... 感動是怎樣 現在就這樣 這個樣子 可惡 呵呵 嗯... 我... 什麼樣子 很高 喔! 誰進來了? 是梁樹 我帶你去拿去 啊... 啊... 嗯... 很棒 很棒 嗯... 柏梅真的一點都不會把握梁樹耶 不然梁樹都快被摺姿搶走了 喔... 喔... 島崎! 什麼? 梁樹總是給人家一種很敷衍的感覺 就是那種小昏昏 呦... 這類的感覺 老師的話 嗯... 很開心 好啊... 去那邊去吧! 是女人聊天啊 這傢伙 欸... 老師... 留給我吧 嗯... 直升錶嗎? 嗯... 是... 柏梁... 今天的日程是 岸沼君和你嗎? 欸? 所以梁樹放... 放不美鴿子嗎? 呵呵呵 他就這樣走了 欸? 真的嗎? 這傢伙也夠呆的 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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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跑走了吧! 這哪是好孩子啊!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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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呵呵... 姊姊老師是在暗示不美是嗎? 真的是... 他們兩個真的看起來蠻配的 OK! 這一集Episode差不多要end到這裡了!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呵呵... 如果喜歡你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阻止阿加跟喜歡 在左上角訂閱 隨時訂閱我們的頻道 隨時跟蹤我們的動態 我們下一個EX片再見囉! See you guys! Bye bye! Yeah!